截止把事先转向香港 8月31日在太子站被捕的教育大学学生会会长梁耀廷 近日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要求港帖公开831太子站的监控录像 周四下午香港高等法院宣判 来看记者柯婷婷的报道 法官周嘉明在下午2点半左右 宣判这一次案件的判词 而这一次的法庭是不开放给公众旁听 但是我们手上已经拿到了这一份判词的内容 香港教育大学学生会会长梁耀廷 在早前入禀高等法院 要求法庭班令港帖公开 及不得删改8月31日 港帖太子站及立志脚站的监控录像 法官周嘉明在周四下午宣布判词 要求港帖必须保留8月31日 太子站及立志脚站的监控录像 直到法庭进一步聆讯 但至于是否公开监控录像 还有待进一步审议 新唐人记者柯婷婷 占民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载子